- 大家好,歡迎收聽,這位有我是新西蘭的義德投養和社長Raymond Wong -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財士,真的好 - 收拳,林太是說數據當然了,說回事實給大家聽 - 不是吧?事實你不願意面對?還有一件事,如果有聽我們的網友 聽我們的建議去做,其實有很多東西已經收拾新彩了 譬如買人民幣,人民幣對港幣已經升了水,你自己看看 我們一早已經說了,其實2020年我們已經說了這件事 一定要做回對沖,那些東西會貴,其實我們早幾個月已經預警了 其實一早已經說了給大家聽,有些東西是會貴的 因為他們那幫政棍在亂搞的話 你香港的空運一不可以做的時候,或者做得很少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肯定是含含聲地上升的 而且不只是要空運的東西會上升的 因為經濟學有一個東西叫做搭便車 即是你空運上升的話,航運也會上升的 其實就是,這個是便車理論,你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政府加銷售稅嗎?我加銷售稅,我又搭政府便車,我又加一加 你又加稅,我又加價 你不覺得的,我搭個價,因為政府要加多一點 做生意的人是這樣的,你要明白,做生意的人很多都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的,你一個搭一個加價,第二個就要加價 因為這個食物鏈是這樣的 大吃小,小吃再吃小,沒有辦法 所以一個加就全民都一起加的 這個是避免到的 不是商人無量 而這個是骨牌效應的影響,是必然的 還有Toracev說,現在四方小姐去了大台做中章之友 坦白說,他這樣做,他會贏到很多掌聲 我也要承認 所以大家要看這個人 他贏了很多掌聲,其實他只是在破壞社會 他是不理會的,這個人是無道德 很自私 這人是無道德的,很自私 純粹為了自己去做破壞社會的事,是非常不好的 Connie Chan 提醒各位蜂友 她的女兒在適離接種了兩針疫苗 她中了新冠Omicron,就是輕症 在家隔離七天之後已經康復了 所以如果已經接種了兩三針疫苗的蜂友 就不用怕,做足防疫措施就沒有問題 一定要告訴大家 Omicron 的情況,嚴格來說是防不勝防的 大家早就知道 就不是那些人說國泰播毒 其實你自己想想 現在爆到七彩,根本就不是國泰的群組引起的 你自己看看就會知道 而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爆的 其實說真的,你們那些政客 根本都看不到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我如果沒有記錯 是年頭已經說國泰要收緊的 是去年年頭,不是今年年頭 是說了很久 然後鄭詠遜大概11月就加入這個戰圈 就說一定要收緊什麼什麼 阿滋亞洲,摩洛哥 好啦,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情況 是不明朗,我們馬上跟大家說的 國泰其實都不太行 那個空運都沒有辦法像之前那樣做下去 那些東西是會貴的 我們說了給大家聽 應該10月左右已經有說了 說到這裡,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要有先見之明 你是要有其他地方的經驗 或者你是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 才可以推斷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隔離酒店是有危險性的 是有風險的 而這個風險最容易爆到七彩 就全部都中了 當然我不會說特區政府沒有處理這個漏洞 我不會像政棍那樣說話的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特區政府有其他事情要考量 譬如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我們曾經建議過一件事 現在也要說了 曾經建議過一件事 就是找梁振英先生找出來的那塊郊野公園 邊鎚地建一個國際健康疫站 但是實際上 是否做得到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現在講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不用政府說 我講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其實是建不了的 我告訴你 是做不到的 政府為什麼沒有做 我也不怪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建議 根本做不到 他那裡建房子不行 建國際健康疫站也是一定不行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又說 其實我們最希望就是政府出來說 是建不了的 不過政府當然沒有說 事實上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因為那些地 不是說你隨便找一塊地 在上面就可以建到東西 而且是可以用的 不是這樣的 所以那時候 林鄭月娥就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KOL發表意見 她都是免費你的 說真的 KOL 即是說真的 你們那些意見 根本上是可行的 十單都不會有一單 其實是 他們說出來的 十單都行 都不可行 他就說一些不可行的事情出來 然後就罵政府不肯做 他找位罵而已 他只是製造一些話題出來 事實上 他們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是啊 他們是很過分的 那 Charles Jojo就說 清朝民批評專家說 疫情躺平 專家都沒有說過 專家其實就是被那幫清朝民誣 而那幫清朝民就是葉劉熟而控制的 你現在搞什麼 你現在葉劉熟而 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你無謂 控制了一群奇諾諾 你說多過分 可惡到不得了 May Lam 0707 就說她的女兒在新西蘭都打了兩針 如果她夠18歲 她可以打第三針 May Lam 提醒一下你 因為如果她還沒夠18歲 就還沒得到 但如果18歲以上 就可以打第三針 深水埗賭棍說 棕地的定義 那幫PK肯定不知道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Karen Chan說 你試試在樓沙地上建樓 樓沙地上建樓是可以的 不過是貴很多 打得很深 Toracef就說社長不要那麼激動 我真的怕你血壓高 那我沒事 她沒有血壓問題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已經說了 如果你一直 2021年有聽我們的節目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已經說了給大家聽 如果你做完的話 根本現在定過台油 真的定過台油 不用怕 打了針 家裡的衛生 那些東西買齊了 貨品 亦都做齊 是不是 有人仔 在旁身 對沖通脹 不錯 是啊 有什麼問題 根本沒有問題 龍阿妹也說 我家裡聽了社長說 都已經入貨了 那些貨品真的交了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早就說了 你們那些人 根本事後恐明 我們說了事實給你聽 你就說我們恐嚇市民 恐什麼客人 老實說 那些人真的恐嚇 老實說 那些人是24 是啊 蕭特爭就說 廣州那邊的超市公廣蔬菜 少到只有一個攤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部分都供了來香港 其實現在 以前有些人會在內地買的 其實在內地買得更貴的 其實內地的利潛是更好的 很多時候 內地支持香港的東西 它是不會大吹大雷在說的 其實公廣蔬菜 它根本就是一個公廣菜場種出來的 標準跟公廣蔬菜 很坦白說是不同的 公廣蔬菜 公廣蔬菜 其實老實實真的沒有這麼好的 不怕告訴大家 有些人會覺得 你這樣說 即是說香港人有特權 事實上 香港人 在國家來說 已經是 很坦白說 已經是 超AA級國民待遇 這個是 是超級國民待遇 在中國來說 香港人 其實是不公平的 其實是不公平的 但是 這樣做呢 它不單止沒有令到香港人心回歸 而且是養了一大群刁民出來 而香港的政棍 也都是利用這件事去找食 所以是不好的 我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事 Quad Wing Air就說 他要去檢測 因為餐廳有客中招 當日有份去過 拜拜 檢測完 就留在家裡 就不要到處去 都告訴大家 Maverick Wong就說 葉劉淑儀可能想報復香港人 當年 立23條的時候 搞到他下台 敗走美國 不知道怎樣了 繼續說回蕭西坚說的話 他昨天看到新聞說 重化基層交通企業 開通村 穿通客貨 和公交 農民種的菜 可以放在公交車 人就不用親身送貨 這樣公港的菜 就可以快速到達物流收集點 其實不是中央怎樣 內地是一如既往的支持香港的 其實我們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們叫大家感恩一點 不要像那幫人一樣 現在有幫人說 特區政府不懂得做 其實說真的 特區政府 是直接可以跟中央說話的 特首是直接跟中央負責的 你要不要人抓住特首做事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必要 而且特首是做得不錯 我這樣說 當然香港市面上沒有什麼人聽 現在1570個人聽 要說清楚 1570不是1700 都是說給大家聽 你們是少數人 要認清楚這個事實 那個勢不在聽我們節目的人這一邊 那個勢其實是在那幫要搞亂香港的人那一邊 是很麻煩的 佐特就問 樓沙地上建樓的地基要做幾年 南昌站頂搞了多久 首先要先用樓沙地建樓 然後還有設計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設計規範 有些地方可以用磨擦式的裝柱 即是用磨擦力頂住房子的裝柱 有些地方是不行的 如果香港的話 我了解就不可以用磨擦力的裝柱 就要打到石層的 那你自己想想多麻煩的事 你自己想想 有很多事情 我只能夠說少少常識給大家聽 但當然 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 香港那個做法百分之一百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也要說 我只能夠說我在這個行業的常識給大家聽 有時候說少少 有些人說 為何你每樣都懂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的公司 其實不只是幫做路的客人去做市 我們也有幫超級市場 我們幫超級市場去做 其實我們就知道數據是怎樣 大概價錢是怎樣 或者成本是怎樣計 大概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是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們可以說得出究竟發生什麼事給大家聽 Candy Wong說CY不知道 其實很坦白說 他拿著地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都沒有做過鹹土或者岩土的調查 其實他沒有的 他只是說而已 所以一看就不用了 是的 好了 匹匹匹就說 正棍以為做了議員 聯合施壓就可以凌隔特首控制政府 他們製造問題之後 打嘴炮 指手畫腳要政府解決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職責所在 根本是本末倒置 其實是 是這樣的 另外一件 感謝Choy Stanley和Neo K 多謝支持 我也要再說一件事 現在有很多人說通關可以搞得好 通關香港經濟會好 其實我很肯定跟大家說 現在通關的話 就算跟內地是通關的話 香港經濟也不要有這麼大的期望 不要覺得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其實這次疫情這一波 被內地人看到香港很醜陋的一面 有一條抖音視頻 我們昨天也說過 就是民政府拿回一萬元 封人民政府拿回一萬元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難怪香港有這麼多騙人的商人 內地的人現在是這麼想的 坦白說 河議員 他說要找兩輛衝鋒車 其實在內地 他那條視頻也很厲害 都是被內地人笑得臉黃 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說 他臉皮厚到這樣 完全不道歉 他不知道 他厚臉皮得不得了 如果我做了同一件事 我一定是立刻道歉的 但是這條磨碌就不會 告訴大家 他也沒有道歉的 其實他是拒絕道歉的 這個是上了紫荊雜誌 而紫荊雜誌 是很多內地有識之事 看香港的權威信息的地方 他不道歉那件事 是佔據了熱手第一位 或者讀得最多的文章第一位 佔了兩個星期 恭喜他 兩個星期的時間 他的成功爭取到 差不多兩個星期 不夠兩個星期 差不多兩個星期 無賴一鳴 沒錯 Carol Charles說 何妖是無賴一鳴 還有一件事 小米也說得對 就是通關不覺得會好 那些人只會回內地才會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對 內地人不會現在走下來的 就算你開關也好 內地也可以買到香港的東西 一定要下來香港 除非有一些商務的活動 一定要下來香港 除此之外 他沒有必要下來香港 簽保單那些都會 但是現在很難 為什麼呢 其實有其他東西 有些人說 立刻有人下來簽保單 其實坦白說 我都不是這麼看好的 因為有些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下來簽保單 其實就是 要把某些錢放在境外 那個做法 所以就會簽一些保單 放在境外 但是 這件事 已經有些人 就不是說 香港是可信的 有些人是這樣銷售 因為我自己也說過 我有朋友已經轉了行 就走了去做新加坡移民 他叫人去新加坡 現在有很多人 其實是很慘的 現在香港的負面消息 就令到那些 在內地想去國外的人 就完全是不會考慮 香港這個地方 或者不會考慮 香港這個境外理財的地方 他不會理的 他不會理 不考慮 他就考慮整個人去新加坡 他相信新加坡都不相信香港 現在是 有一部分的人是這樣 所以是很難搞的 我告訴大家 是很難搞的 邱聰明他就說 我早幾天都收到安心出行通知 我去檢測 因為我曾經去過的地方 有人染疫 幸好結果是陰性 這就是大家一起用安心出行的作用 安心出行自從2020年的年底出來之後 我們已經叫大家一定要用這件事 2020年已經說了 其實我們是 我們是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叫人家去用安心出行 當然沒有效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覺得安心出行是廢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議員在說安心出行是廢的 是長期這麼說的 一出了就已經說安心出行是廢的 但是安心出行是廢不廢 其實是決定在 750萬香港市民手裡的 如果你們人人都用安心出行 去哪裡都記錄了自己的行蹤 這件事就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問題是你們這班人 沒有人去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 每樣都是說你做不行 我做就行了 那些黃友就說 特區政府做不行 應該學外國 不用抗疫的 與病毒共存 不用清零 與病毒共存 那些男友就說不行 要學內地 要有追蹤功能 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這班人很可惡 真的很離譜 這樣做不行 就是要拖納政府 目的就是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這班人 是的 也多謝NomiC的支持 ChaoChao說 我和我老公在黃大師 買完六合彩都要去檢查 不要緊 希望你中六合彩 就不是中新冠 檢查完應該是陰性 六合彩的票應該會贏 預祝你先中六合彩 好了 Conney Chan說 土豪何妖 上了熱手 扮裝睡的人 其實有些人是太過份了 某程度上也不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 收評業就說 安心出行有用 我被通知檢查已經幾次 幸好都是陰性 MCY Chan說 不要當大陸人傻 香港那班人不斷搞政治 香港經濟怎麼會好 其實有一班人 他們不理你香港的死活 他們只是看著自己那份量 我有立法會那份量 我做KOL 每月十幾萬 加上有二十幾萬 最好社會多些矛盾 我Youtube那份量又會多些 那些 現在已經二十幾三十萬視頻 還有我高度五十萬視頻 這樣就很穩陣 好像老蕭一樣 對不對 還有就是 好像以前芒果佬一樣 在議會那裏做節目 然後也剪輯 議會那些片 又上去 賺多份 又賺多份 所以他們在議會 他們做的跟以前一樣 在議會就好像做KOL一樣 說的話就說得最激進的 如果不是沒有生悲的話 那就不能剪出來 他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你看看你的字 你看看多成功 成功剪了一字出來 那一字就周圍傳 不知道他現在多開心 說得你死了 香港的瓜鬼事 他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你們每個人一邊傳他的片 傳得這麼過癮 以為他講得很厲害 這傢伙真的很賤 很黑心 是啊 是黑心 沒辦法 他們一班人都是黑心 心是黑透了 沒辦法 現在香港是難搞的 就是有這班人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好嗎 好 就這樣先 拜拜